大家好,欢迎回来生存看房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 Rumor Around很久的 叫做Baycrest West 那我现在待在后面呢,其实就是 并不是Baycrest West 那后面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他们开的 叫做Baycrest on the rest 已经都搜到的,那他们用这边的房子 作为他们的show home 来告诉大家将来的Baycrest West 是什么样子,而Baycrest West呢,就在 那边两个block远,所以 它的整个的环境呢,跟这里一样 是非常的休闲 安静,而且如果大家 大家往南边看的话 能感觉出来阳光明媚 另外能看到整个一片 这个海岸线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能看到这个 远处的Metro Town那边 我已经不知道远处都是哪了,但是 非常的美,整个的这个景观 住在高国林就是有这样的好处 高处不胜寒,虽然朋友 少了一些,但是你可以 生活的非常的悠闲 自在,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两个户型呢 其实就是一个B户型,一个E户型 他们两个户型非常的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优点 比如说有的是三层的 有的是两层的 有一个大一点的,有一个小一点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到底Town House可以玩出什么样的花样 可以说住在高桂林呢 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诉求的 比如说我需要更大的地方 我需要更好的空气 那这边呢,因为就出现了很多房子嘛 所以马上就会有很多新的学校出现 包括购物啊,Costco啊都非常的近 所以住在这边呢,我觉得也是生活上很方便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B户型啊 它是一个三房加Flex,或者是四房啊 看你这个Flex怎么用 然后它一共呢,有3.5个洗手间 然后它在室内面里呢 丧心病狂的到达了1877尺啊 我觉得跟Richmond的一个House差不多大了啊 具体我们走起 进来之后呢,可以说啊 它跟我平时建的一些Town House啊 感觉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你一看一进来 它这边把它搞成了橘红色哈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小的Staging 小的镜子,感觉很有生活气息 上来之后啊,你就会发现 不光是在外边经常会站在人生的时刻路口 在家里也会,你看这是一个钉字路口 上来之后是前门,这样下去 我估计是车库 我们待会儿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上来之后,首先它整个的用色啊 非常的木色系啊 就感觉很温暖很温暖 有一种Farm House的感觉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Farm House那么清楚啊 过些日子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 整个哈 这边我觉得包含了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哈 呃,我们一点点说哈 首先这边是一个白色的系的厨房 那那边双开门的大尺寸的冰箱 这边呢烤箱 呃,还有这个炉灶煤气的一应俱全 这种to ceiling的这种橱柜啊 感觉也是非常的实用 还有这种,啊,这个 这个,这个,抽烟机啊 非常的好使 而这个炉刀还是这种带铁板的 然后它们后面的这个Back Splash 也有很有这种北美的乡村风格的感觉啊 就是白色系,然后有点粗粗的粗粗粗粗造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呃, Single Sink 啊,这种Single Sink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窗户可以让你在洗手的时候思考一下 总而言之吧,让你的厨房的采光呢就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个中导 跟其他地方的配色呢也是一起合成 非常的大,漂亮 地板呢沿用了这种大尺寸的,呃,这种木地板 然后中导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些,呃,非常不错的 让你放酒的这种小的Organizer 你可以放一些摆件或者是放放酒 也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一层放两瓶酒是可以的 啊,酒鬼们可以随意的放 电器呢用的都是Kitchen Aid的 OK,好,我们继续看哈 它这边呢非常有意思的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呃,shelf或者是工作台 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呢去,呃,剪辑视频呢 或者是做一个foodie啊,你可以在这边拍拍照啊 放一个小灯箱啊 它整个设计啊还感觉非常的温暖 或者是你可以让孩子在这边啊,看书啊,写字啊 然后你在那边做饭 这边呢你可以放一个长的餐桌 呃,这个餐桌的长度呢,可以参考你的中导的这个长度 也就是说可以变得很长,八人座完全没有问题 家丁丁呢它放了一个转型转L型的沙发哈 可以说是足够大 所以可以这样任性的放一个呃,七人座的沙发 对面呢放一个大尺寸的电视 呃,感觉house可以有的元素在townhouse里面 在这边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在一楼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powder room 在这边,大家呢可以客人来的时候呢,可以来这边 呃,这个使用,那这个powder room呢,离厨房 离吃饭的地方也非常的远 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说哎,自己就是感觉不是很舒服啊,所以不需要担心 那我们上二楼看一看哈 走楼梯呢并没有很闷的感觉啊 第一个呢是在边上放了一些非常有生活气息的这种相框 你可以放你孩子的成长日记 另外呢,它楼梯这边有个非常高的挑高 所以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呢,并不会觉得说,哎,很压抑的感觉 整体的这个空间感哈,非常的不错 那么我们上来之后,呃,左手边呢就直接是一个洗衣烘衣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可以让你叠叠你的毛巾,是吧 嗯,你看我这是没干过活的 然后,哎,organizer 够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边 首先呢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就不像大家平时见的那种townhouse啊 次卧都非常的小 这边放一个queen size的床,两边放床头柜 完全没有问题,两扇窗户也足够采光 然后closet也是足够的 如果你想fancy一点,就像它一样可以贴一些壁纸 如果你不想fancy,就喜欢那种干净简单的感觉呢 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它这个都是有升级的嘛 然后这个房间也是另外一个次卧 另外一个次卧呢,大家看到放两个双人床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放心大胆去生孩子吧 好,我们回来呢看一看两个房间呢是共用一个洗手间 对于孩子众多的家庭呢 其实一个洗手间让他们去造 让他们进行的去造就够了 主卧在这里可以说啊 宽大king size的床,两边床头柜 然后这边放一个小bench,都是足足的富裕 那它整个沿用了它客厅的一个设计语言 用的都是这种淡黄色的这种木色系的farmhouse的感觉 双洗手池在这边也是足够男主人女主人使用 马桶还有我们的淋浴间 平时用的就绝对是够用的 而且用的也频繁 然后洗手间里也有一个窗户可以让你通风 换气而且更加的明亮 它整个的这个层高也非常的高 尤其是主卧这里面它上面还拱起来一块 所以说大家住在这边是会非常的舒服 好我们接下来呢回到了我们的丁字路口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看到地下室是什么样子的 刚才我们楼上看到的有三个房间 是吧地下室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用脸颜的真的是一个flex 怎么说呢你可以在这放上床 或然后放一个工作工作台 我觉得太大了 这个就感觉这个非常的宽 非常的够用 我觉得这个房间应该给我用 然后这边呢也会给你准备一个洗手间 所以说真的说做卧室一点都不夸张 应有尽有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的车库呢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它的车库呢就在地下室这边 好这边打开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 非常漂亮的双车位的车库在这边 包括你的cable room 你的这个power panel都在这边 你可以放一些架子 就在这边墙上挂上这个自行车 双车位嘛就是你可以任性嘛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总而言之吧这个非常的够用啊 难怪是1800尺呢各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很多小伙伴住townhouse呢其实都会对后院不是很满意 在这边呢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后院呢还是非常的宽阔哈 而且你的后院跟别人的后院呢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呢楼和楼之间的这个间距呢也会比较大 然后这边呢甚至你可以放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BBQ的炉灶放在这边非常的方便 以后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经常请朋友来家里烧烤了 刚才看了一圈大家一定非常的喜欢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非常不一样格局的 这个呢是e-plant它也是三房加一个flex或者是四房 然后同样也是2.5个bathroom 然后它的室内面积呢是1400多尺 感觉性价比啊可能会更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走进去看一看 好这个一进来呢因为是两层嘛 所以它整体的感觉呢比刚才那个呢好像结构上没有这么的复杂 一进来我们就直接能看到好像不远的地方呢是这个厨房 好我们接下来呢往前走走到前面之后呢 我们就能看到右手边呢是有一个powder room 这个powder room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 客备的鞋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啦 双车库但是这个车库的灯呢我没有找到黑黑的 但是它也是并排的啊 跟刚才的车库也是如出一辙 我们就不多说了哈 好我们继续呢往前面走来看一看厨房是什么样子的 厨房所有的这个电器呢也都是kitchen aid的啊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也都是一应俱全 那这边用的色系呢是灰色的这种中性的这种色系啊 非常的耐看久看啊 橱柜呢也是to ceiling的非常的实用 这边的造型呢是差不多的 整个的这个中档呢也是白色的啊 这个厨房基本上差不多啊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这个餐桌呢因为这个户型小一些嘛 所以这这边明显是一个六人的餐桌哈 这边呢就是一个family room了family room在这边哈 也这个L型沙发也真的是蛮大的 而且我跟大家讲哈 现在像这种好格局的房子真的是不多 大家很多时候在家庭厅里面就会很尴尬 不知道电视放在哪边 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适合使用的一个墙 但这边就不一样 这边可以直接放一个电视棍在这边 你的电视放在这边你的窗户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享受 如果你白天想看电视呢可以把帘子拉下来 也是非常的方便 往外看出去呢是非常的漂亮 那另外呢这个房子呢是有另外一个门的 那这个门呢其实是真正的正门 这个正门呢我们来出来看一下 哦地上铺的是这种木板像不像这种光着脚 都可以走在上面非常的舒服 下面呢有一个你自己的小花园哈 你可以种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菜什么的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下去 然后走到你的前院 有一种这种田园风格的感觉啊 非常的舒服 好我知道大家已经还想在外边逛哈 我们还是进来看一看哈 一楼呢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边呢跟前面的所有的户型的都是这样的 下面的这个取暖呢是这种baseboard 你需要额外自己再去付钱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往楼上走上去啊 这个楼上的这个楼梯啊其实蛮宽的 我们上来之后呢会发现 它跟刚才一样也都是非常高的小高 而且它这边呢还有个窗户 就会让你的楼梯间呢非常的明亮 你上下楼梯的时候呢有幽闭恐惧症的小伙伴 就不需要担心了 那么上来之后呢首先这边呢就是有一个 半开放式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作为一个孩子的 reading corner 或者作为你的一个小的办公的地方 不管做什么都非常的好 这边有一个窗户 如果你是corner unit 你在这边呢还会有一个窗户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采光非常的好 孩子们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corner 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就是公用的洗手间 也是一应俱全什么都有 我具体就不讲了 好这边呢看上去呢像是一个男孩子的房间 这个床你可以摆一个queen size 也可以摆一个单人床 非常的够用 我们紧接着呢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应该就是主卧了 主卧的房间呢也非常大 king size 窗摆在这边一点都不显大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顶子呢也是也是高一些的 然后就是它的淋浴间了 淋浴间呢可以说啊也是蛮现代漂亮的 这种玻璃的无边框的设计 推了门就冲淋浴这边马桶空间非常的够 然后这边双洗手池也是非常现代的感觉 总体来说呢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边有个walking closet walking closet呢 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用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楼上的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这边呢 它其实是跟另外一个附卧呢差不太多啊 基本上放什么都是够的 这楼上呢就是刚才大家看到三个房间 加一个半开放式的那样的一个reading corner 如果你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房间 或者是想把它做成一个休息间 就是这放一个床啊偶尔在这躺一躺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没有问题的 毕竟你是townhouse嘛 你可以任性的一楼二楼随便你用 好看了一圈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房怎么样 反正我是爱了觉得这里空间大 然后朝向好格局好 而且周边的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 而且未来还有一个发展的好机会 目前呢还有很多免费的升级计划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关于baycrest这个townhouse的项目呢 可以赶紧私信我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未来要盖baycrest的地方 可以说周边的所有的townhouse已经起来了 都在等baycrest的诞生啊 可见baycrest是多么的重要啊 周边感觉非常的好 你看大家散步啊遛狗啊 这个山上的空气非常的清新 还有啊我感觉就是走到了山上这一刻 看到了这样的show home 看到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空气这样的景色 我顿时就觉得说 哎夹在家里真的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 让我顿时忘记了这个社会的浮躁 这个世间的喧嚣 哎就想在这边静静的过日子 真正的做到生活 真的是太漂亮了 非常的舒服